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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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育人生我是高维旭 大家应该要关心的是行情路况 我的看法也没有改变 我跟投资片友报告 行情路况依然是往上的 依然是往上的 空间跟幅度不会太大 但是路况还是往上 航行路况讲完了 很简单 很明确 没有任何模拟两可的空间 所以做有市场上来做决定 这是我对航行路况的看法 所以你操作 你一定要找一个 至少他会勇敢说出想法 而且 不会说那种模拟两可的分析 至少你要找到这一种 看了导航行路况 你才会成为股市的赢家 最终成为股市上家的霸主 好 今天换点时间讲 所谓的我看好的股票 汉逊今天板卡族群重大立功出现 原因是什么 跌9.5% 反正中还都要打到跌停板 包含了 地台 首先强势今天开低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大陆 今天新闻平面媒体在讲说 大陆要淘汰所谓的挖矿 这个产业 所以这个产业 全部今天 呈现一个开低走低的态势 那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你会吓到 你会吓到 你会觉得 好像就结束了 可是我跟投资朋友 报告一件事情 这个新闻是你今天早上看到平面媒体 才看到的新闻 对不对 事实上在昨天盘中 12点50分 这个新闻就已经出现了 盘中12点50分 这个新闻出现的情况之下 我再观察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昨天的盘中尾盘 地台拉涨停 盘中12点50分 这个新闻出现 理论上 地台应该整个板卡族群 当天就要反应了 第二个现象是什么 第二个现象是 比特币 从12点50分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到今天为止 都占在5100块 到5200块美金 比特币报价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今天的利空 是市场上情绪化的反应 我怎么这么说呢 挖矿需求本来就没有了 不然怎么会从420块 一路跌下来 台湾厂商本来就看不到 挖矿需求的上机了嘛 是不是如此 如果今天这个消息 是在420块 高档的时候 跑出来的话 需求就会像悬崖一样掉下来 股价甚至掉下来 这还是合理啊 可是在低档足抵了这么久 这个立功出来叫做彻底 彻底 昨天 没有太大的变化 今天变化不较大 但是 什么叫做合理的交易动作 我已经分析给博士朋友去听了 不要沦为 被宰的那一个书家 你在看新闻做股票 你一定要有中心核心思想 你没有中心核心思想 你很容易今天会做什么 卖出 停损 为什么敢这么说停损 你看喔 比特币上涨的时候 这段上涨的时候 有些人会告诉你 4月2号他有买 然后呢 4月9 4月8号高点卖掉 讲的跟真的一样 结果 你把整个分析看完之后 整个节目看完之后 完全提不出任何证据 完全提不出任何证据 汉迅我是从 冷门股的时候 讲到冷门股 1月3号跟你报告的汉迅在这里 冷门股面认要 具有波段上涨的条件 证据在这 市价买进 建立基本部位 2月13号涨停 持股续报 人多赚点钱 不要去做短线吧 2月18号涨停 我们再持股续报 甚至在2月22号 我们市价加码 3月27号 我再告诉你 我们再市价加码 3月28号 我们市价除清 一张都没有留 赚36% 证据在这里 亏收资金 卖完之后 沙尾盘几乎打到平盘 但是我们在4月2号 再买回汉迅 比特币占我4千块美金 相关跟你股将受惠 在这 4月3号 亮灯创新高 暂停了 刚我们在4月2号买进的时候 买完的时候 直接尾盘几乎收最高 上去 所以汉讯我们是做第二段 汉讯我们是做第二段 今天的汉讯这一根 不是没有 我不会告诉你 我高点有卖 我一定对自己负责 对会员负责 我高点没有卖 我们4月2号买的 下来这一根 我们扎扎实实的 少赚很多钱 没有个老师会这样给你报告的 每个老师都跟你说的好像很神 摆在起掌点 卖到高点 然后用嘴巴说说 连个证据都贴不出来 掌跌我都跟你如实的做一个说明 我认为没有走完 我认为今天是情绪化在沙盘 情绪化在沙盘 挖矿的需求商机 会慢慢的浮现 而不是大陆说要淘汰这个产业 整个全球市场就不会有人想要挖矿 这个商机一定有 因为比特币在5100块到5200块 已经过了它的开采成本 你慢慢的会发现 什么动作才是合理的 才是合理的交易动作 我都把它讲在前面 我不会因为涨 才跟你做一个说明报告跟追踪 跌 我一样跟你做说明与追踪 我们会员有这样的股票 做第二段 我们少赚钱 今天扎扎实着吃掉 几乎算10% 不要算9.75% 一点点没什么意思 几乎就是一根跌停板 我们扎扎实着吞到一根跌停板 我也录时跟你做报告 这就是我的操盘风格 解盘的方式 有没有股票持续看好 有啊 上要 每一段行情我都跟你说没有走完 这个时候告诉你 上去拉回 上去拉回 就跟你说没走完 上去拉回 告诉你没有走完 今天出量表态 这些你看我的节目 我都跟你做追踪 9958世纪钢 一样 我们持续看好 这就是交易 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分析啊 不会因为 只讲涨的股票 然后跌的股票 都不讲 我也不会 因为跌的股票 然后再告诉你 高档我有卖 7张点我有卖 高档我有卖 我7张点有买啊 跌了7张点我有买 但是我高档没卖 我就老老老实实地告诉你 我们吞掉 吞了一根跌停板 就是如此 可是以后来看 今天这根跌停板 会否以后还我 还我一个公道 对不对 投资朋友 所以你在看 新闻做股票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了解 看到里面的内容跟本质 而不是看标题 不然你很容易被写 这个 已经讲到前面了 第三段行情 请你不要去参与 因为参与啊 你很容易上下都被洗掉 你不是高手 你没有稳定的心理素质 没有坚强的心理素质 没有中心核心思想 很多股票 你是上下多空都会被扒 你赚不到什么钱的 我良心的很诚恳投资朋友 跟投资朋友做一个说明 与建议 现在你应该心理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之前叫你去追焊训的 高档区叫你追焊训的 今天也是叫你去做停顺 我们会员是少赚了 会员是少赚了 最后跟投这篇有说 你勇敢跨出第一步 你离成功 就差一步而已 你勇敢跨出第一步 你离成功就差一步 如果你永远不敢跨出你的同分层 你的舒适圈 你离成功就很远 我是高维旭 祝大家操作顺利 活力满满 身体健康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souhaite大家去看 请不吝点赞 G噠音 转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